近期,央视知识频道罕见地曝光了一组中国火箭军某地下长城,新闻中介绍这种地下攻势,可以极大地提高火箭军战时的生存和突袭能力。 其实,把战略力气和指挥中心隐藏在地下,并不是中国火箭军的独有的床区。 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俄美的地下基地,估计不比火箭军的差到哪里。 另外,需要提一下,中国因为承诺过不首先使用核武,所以战略武器如何躲过敌军第一轮核打击显得格外重要。 我们根据报道中的视频看,大部分都是局部画面,无法窥视火箭军地下基地的整个全貌。 但通过一些小细节吃瓜群众也可以发现,火箭军的地下隧道不仅宽大。 客通师容纳下,并排两辆导弹发射车通行,而且通道四通八达,如同地下支柱网,战师的机动成运能力非常强。 另外大家还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,就是这个身处数百米地下的基地。 生活保障以及军事授施非常完善,完全具备N次核反击能力。 如果对火箭军地下基地抗毁能力还有疑问,我们这里引用外媒的一段介绍。 中国的地下导弹基地非常牢固,甚至可以抵御几十万的核酸地弹的打击。 其实中国火箭军的地下基地并不是首次曝光。 早在2009年时,央视就曾报道过一篇新闻,其内容打致是讲,中国二号部队性火箭军离经数十年,终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地下国防工程。 现在回想起来,它也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长达数千公里的地下导,画面中的导弹巴士车更是一眼望不到头。 当年,我们修筑庞大的地下基地,也实属无奈之举,因为相对美国而言,中国战略和武器存量并不多,而且都是陆基发射平台。 众多地下巴射警和机动发射车在敌军侦察卫星的监视下,早已失去了二次核反击能力。 所以当时的二号部队才决定将大量的战略武器,深藏在几百米的地下,而且是保持了全天候24小时待命的机制,以此保留随时能够进行二次核反击的能力。 不过,就如以上所说,将战略武器和指挥中心,隐藏在地下并不是中国的专利,而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。 就连军事强大的美国,他们也有相应的地下攻势。 比如中国国防部长曾受邀参观的,美国防空司令部所在的下沿山和野体,它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,最现代化的地下军事指挥中心,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24小时运作的太空监测中心。 举个例子,在美军下沿山和野体内,可以随时掌握绕行地球的飞行物信息,甚至可以侦测的外来物种对地球的威胁。 这有点类似我们曾看过的美国科幻电影《终结者》中的情景,美国下沿山和沿体,顾名思义,就是把整座山涛空修筑的沿体,地下共有15层,自中除了厚达数百米的花钢岩之外, 还有一层30毫米厚的钢板,据说,紧基地通往外界的大门就有两米厚,整个基地下方还加住了数百枚巨型弹簧,借此的底下武器打击或自然灾害引起的震动。 最后再说一下,美国类似的沿体还有很多很多,这其中还包括美国总统战时的避难所,俗称地下白宫指挥中心,里面生活设施齐全,特攻美国总统在地下营养天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